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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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年如一 一日 春水仙人將其影 幻化為人形 侄子對意 聊以為敬 然影虛無飄渺 無心無形 望穿河堤 關押著杜仙 北斗星君斯明 他得知此事 與春水交易 借春水一百零八口仙氣 幫其影塑造星辰之區 春水又將自己的半塊水 破入體 碎鑄成寒潭神 從此春水仙人不再激烈 美日與寒潭對意撫秦 逍遙自在 雲 燃 絲謀吸取仙氣 法力大德 強迫竭境 致萬寬之水 清醒而下 妖魔出逃 流窜一见 春水与斯莫大战 斯莫入魔 寒潭身死 天地得知震怒 望川仙人 你因斯王法 致使舵仙斯莫反叛 望川河跌落人间 百妖流窜 你 可知罪 我愿意承受 一切应有的罪罚 但天地有人 往往开一面 寒潭神女 可免一死 轮回人世 发春水仙人 离别天界 降为半妖半仙 守潭千年 不得让群妖围惑人间 二人永世不复相见 若为天命 不得善终 勾携天安 春水 将一切都忘了吧 等着你 立即归来 从天界清泻而下的望川河水 在人间形成了百灵潭 百灵潭超脱于六界之外 群妖西居 与世隔绝 失去天界记忆的春妖 自此镇守潭中 一晃便是九百多年 而寒潭神女经历无数转世 这已设化身为北陆国公主 却是不祥之身 优优独播剧场 大祭司 天意如何 回陛下 神欲九字 不亦伤难国 可结姻亲之好 何亲 可本王没有公主啊 昔日孟皇后 不是给您诞下了一位公主吗 公主生于寒露 降于关中 客死生母 又带来三年的大汉 实属不祥之命 留在城中诚然损我国运 但若于七月半出发 送去南渊 即可扭转乾坤 是那个倒霉公主的猫 快走 连影子都没有的棺材子 晦气 是 是 梅秋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 你从哪儿偷的 你知道我要离开 这么乖呀 子人在这儿 抓住她 是冷宫里的那位棺材子公主 宫中近日频繁湿气 原来是你所为 这 这不是我偷的 人赃俱祸 还想狡辩 来人 给我抓住她 快 追 站住 抓住她 等等 走 走 走开啊 走啊 走 走 走 活 没求啊没求 你说我该拿你怎么办呀 要不 我就把你带去南渊吧 好不好 什么妖魔鬼怪 睦睦我在这宫中几十年 什么邪岁没见过 就是那只黑猫 睦睦你要干什么 不祥之人养着不祥之物 你还问我干什么 我先打死这妖虫 再好好算你的账 没求快跑 我的腰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快拿符咒 我倒要看看这个妖魔 还有什么花样 睦睦 没求是我养的 你有什么都冲着我来 不过本公主提醒你 若是将我打伤了 可就没有人去南渊国和亲了 一个连影子都没有的棺材子 还真把自己当和亲公主了 没求快跑 你个畜生 亲日我非打死你不可 不要 盗窃公武 私养妖虫 亲日的晚饭 别想了 那巧 没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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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 知春不久归 红子斗芳艳 还是不宜太亮眼 柳色清晶 相得一张 如此甚好 人间险恶 丢了小命才是回来 去呗 今天晚发 君上可有想法 如常就好 君上 今日七月半 又到了一年一度 百妖夜行之日 这是 申请初谈妖灵们的名单 请君上过目 此事由你主持 切记 勿惊扰人间的安宁 是 等等 一只小猫妖 未幻化成人形 魂魄成茧 把她的诉书 收进万俗阁吧 是 白山 你今夜可要出坛 君上说得对 人间艰险 还是留在坛中为好 白山信心告退了 白山信心告退了 王良渊 乃潭中关押魔物的地方 每逢七月半 活跃异常 若你要去计点阿苏 还需小心 多谢军上关心 多谢军上关心 长公主谢长婉 性情温婉 大方疑人 及树发之年 赐予南国 缔结殷亲 保我两国百年之好 娘亲 今天是七月半 是百鬼夜行吗 别说话 会被妖怪抓走的 快走 父王 你叫我这么一个女儿 你怎么只需要我远嫁啊 父王 女儿也惊不得你啊 哭得本宫中脸都酸了 说是和亲 还不是想让我将天生的霉运 传染给南云国的国王 想让我嫁给一个素未谋面的老头子 想都别想 又忘了 副菊 我来凯陋了 你是谁 我们也算相识千年了 上次见面 你的修为还卫族化成人形 一派红颜 妖魔势不两立 何来救世 废话少说 且还我扶军命来 等等 你难道 不知道是谁杀了刘云书吗 君上 国有国法 家有家归 本君既为百灵坛之主 岂能殉死亡法 损坏结界出逃人间 都是我阿苏一人所为 属下有为坛归 甘愿受罚 只求君上 只求君上能放过白山 好 那本君便成全 阿苏 你怎么这么傻呀 白山 本君有法子 让阿苏起死为生 你可愿意试 起死为生 今日是百妖夜行之日 你想犯马出坛 阿苏 我一定要让你复活 君上恩允 一年一度出坛养灵 即将开始 诸位可要珍惜了 若是有谁 敢罔顾我谈律令 期间仕途外逃 无论男女老幼 一律严惩 动 动 军上 名册已登记完毕 可以开坛了 二哥 二哥 暑来宝 你竟敢偷藏素书 是想趁机逃回人间吗 饶命啊 郡上 我只是想回洞穴 去看看我的孩子 我再也不敢了 军里素书记载 你的毕生愿望 便是修炼成妖 为此不惜抛弃弃子 而如今愿望达成 你和素书自应回归百灵坛 这些痴念 不过是贪心不足罢了 来人 蜀来宝鞋在素书私逃人间 有违坛归 现判投入焰火顶 受灼热之刑 不要 你不如杀了我吧 军上 不要啊 军上 饶命啊 军上 带下去吧 军上饶命啊 孔岚 属下自会看好他们 太好了 太好了 走走走 走走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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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 本公主饿了 要下车吃东西 本公主渴了 要下车喝水 我内急 我要下车方便 这都行 我告诉你们 你们再不让我下车 我就死在这儿 我就死在这儿 哎呦 我的妈呀 我让停 你们停这么猛 我差点没摔死我 人呢 不是人都哪儿去了 你能看见我 小妹子 小妹子 看样子 你不是普通人啊 我是 我不 我不是 我是不是都行 神鬼殊徒 你别杀我 我求你了 你放心 姐姐可不是乖 我 我说你这儿的 还要下车 我 你不认识 我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我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我 我 走 怎么走来走去的 还是回到这儿啊 没事 别自己吓自己 姐 妈人 救命啊 来人啊 她 姐姐姐姐姐姐姐 你快救救我呀 毒瘟鬼 你也来参加我们的宴会吗 小鬼啊 小鬼 可如月光大爷 见过莫怪 小女子无意打扰到你们的聚会啊 我一定 收下拜佛 天德上宫 请不要再缠着我了 让我 这是哪儿啊 难道 我进入了仙境 这世间 竟有如此俊美之人啊 我不是个神仙 我不是故意偷看你的 我 就 我 君上 那小妖的身份 可查清楚了 查清楚了 昨晚轻扰君上的 并非是妖灵 而是 凡人 属下失职 竟让凡人误入坛中 请君上责罚 罢了 人灵两界互通 有罗网之余不足为怪 你杀了便是 你替本君把白膳叫来 怎么了 属下该死 昨夜百灵坛结界打开之时 扶炎善妖 逃跑了 还带走了自己 和刘云书的诉书 什么 白膳为人温善 服侍君上多年 绝无背叛之意 属下知道 白膳和阿苏 曾有初坛游历之缘 只可惜 这次出逃 可能也只是一时的义气 这叛逃都坐实了 你还帮他说好话 你可查到 他如今在何处 属下 在误入坛中的凡人身上 感觉到了白膳的气息 两人可能有过交集 我真是在哪儿啊 我真是在哪儿啊 救命啊 救命 是你 快救救我 他 他 他怎么只伸个脑袋啊 姑娘 你这么说也太没礼貌了 对他来说 你也只是多个身子 你 你穿的花枝招展呢 莫不是只虎皮鹰舞 鹰舞 我是孔雀 你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凡人 从现在开始 我问你一句 你答一句 听懂了吗 听懂了 听懂了 昨天晚上我就发现 你人长得好看 身材又挺拔 必定不是坏人 不过 你 不会也是妖怪吧 这是金蕾花 如果 再敢乱说话 他会把你披成灰烬 凶凶巴巴 白瞎一副好批呢 第一个问题 你是谁 我是北路国第一美女啊 姑娘 这金蕾花可最听不了假话 若是说谎 可是会遭雷劈的 开个玩笑不行啊 我叫韩生 是北路国的公主 公主 公主 看来人间的公主 也是如此庸俗之人 我是庸俗之人 那我庸俗你就是 你就是全天下最好看的人 要 不必你说 事实如此 第二个问题 你是如何进百灵潭的 百灵潭 那我昨天晚上见到的那些妖魔鬼怪 我们不是都从这儿逃出去的 同是天涯沦落人 姐姐 帮你解脱如何 看来白善 乘坐他的马车逃往人间了 属下 这就向人间灵物打探白善的去向 我 既然你们都已经得到了答案 能不能放我走啊 不过这林子这么大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洁净能出去啊 有倒是有 只是 路不太好走 在哪儿 黄泉 千百年来 千百年来 还没有任何一个凡人 能从我百灵潭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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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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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巨招 他和你一样 都没有影子 你到底是谁 字幕 李宗监 字幕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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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